看今天 我们一起来读 第2站 我已拥有耶稣 为什么 还需要保卫师圣灵 我已拥有耶稣为什么我还需要 保卫师圣灵 哇 我们到底是相信什么 都拥有耶稣 又保卫师圣灵 其实很简单 圣灵就是耶稣的灵 很简单 就是神的灵 他有很多的名称 不过都是一样 都是神 所以你来 如果你有去教会的话 或者是曾经去过教会 一定知道 我们会讲到天父上帝 会讲到主耶稣 会讲到圣灵 但这些到底是什么呢 可能你不明白 但是不要紧 我告诉你 他们 都是神 天父 这是万物的主宰 一切生命的源头 但是你看不到他 你只能看到他 创造的树 你只能看到他 创造的这个 沙的地 动物 但是你看不到天父 我有一样很确定的就是 生命的源头 都是来自天父 那么我们怎么样 看不住一神 去相信他呢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耶稣 道成若身 耶稣就是谁 耶稣就是天父的 image 形象 当你看到耶稣 就等于看到天父 所以耶稣来到世上 有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为我们的罪人 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耶稣是天父派来的 不过他们都是神 那耶稣来到世上 为我们的罪 钉在十字架之后 他怎么样 复活 升天 所以当时的门徒就很怕 哎呀耶稣啊 你复活升天 那么我们怎么办 那么耶稣就说 我必会怎么样 拆派圣灵保卫师 住在你们里面 与你同在 Amen 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是用肉身显现的 他在冰城 他就不能够在中国 他就不能够帮助你 所以圣灵来的时候 他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所以只要你闭上眼睛祷告 就听得到 上帝就说到 你不需要 去到以色列 去到中国 去到泰国去找耶稣 不需要了 不需要到处去找神啊 神就在你的里面 告诉你旁边说 神就在你的里面 神就在你的里面 那为什么我们已经拥有耶稣 还需要圣灵呢 基督徒必须谨慎 必须反省自己 有时候我们许多时候 我们忘记了圣灵 我们从 我们常来 只是 我很好知道 耶稣为我们死在死 就是他死在死在死在上 然后复活 然后他忘记了 耶稣还空了 还说 你们要领受圣灵的同在 忘记了 许多时候基督徒是这样子吗 所以 我们基督徒必须领受圣灵 被圣灵充满 来过我们的每一天 阿们 所以今天 神一切的工作 都借着圣灵来做的 比如 创造天地外物 天父要创造世界 他是借着圣灵 天父 上帝要向人说话 借着圣灵 天父要行神 即使是在人身上工作 也是借着圣灵 所以可见圣灵的声音 就是神的声音 圣灵说话 就是神的说话 圣灵做工 就是神做工 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基督徒 我们必须 常常亲近他 祷告 他要向人说话 他要在人身上工作 神的对象 是我们 我们的对象 就是上帝 今天上帝 他要做事 他的对象是谁 我们 上帝要祝福 谁 我们 上帝要向谁说话 我们 不过这一切 都是借着圣灵 借着圣灵 那么你看 圣灵告诉我们 圣灵 神借着圣灵 重生我们的生命 给我们新的生命 神借着圣灵 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神借着圣灵 安慰我们的心 神借着圣灵 告诉我们 不可以犯罪 神借着圣灵 让我们与神 有一个共同 所以圣灵 是非常重要的 有时候 许多基督徒 他觉得 上帝所做的事 是上帝的事 不管我的事 其实上帝 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为了你 上帝 不能做一件事情 与你没有关系的 上帝做每一件事情 都与你没有关系的 所以上帝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事情 我们的事情 这是谁的事情 上帝的事情 今天你遇到困难 是谁的事情 谁的事情 上帝的事 不是你的事 以前你不认识神 你很担心 这个事我要更承担起来 我是一家之主 我有五个孩子 有一件故事 我有三两车 哎呀 现在遇到这个问题 我要 怎样都拼下去 一个人承担 但是今天 你有上帝的不同 你的事情 是谁的事情 上帝的事情 所以今天 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有平安 你不会像你家 以前 你家里可能遇到经济上的问题 那么发脾气起来 就老公怪妻子 妻子怪 丈夫怪来怪去 但是你信主 不同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是不是 所以夫妻遇到问题 不要怪谁错 也不要怪孩子 一起祷告 什么都不要讲 叫做你上帝 你的事 就是上帝的事 Amen OK 我还记得以前 我小的时候 很欢迎 不爱读书 我喜欢玩 妈妈就 骂我 我就没打喊 就应回我的妈妈 关我她的书 我 我的妈妈 哟 哗啦 关我她的书 其实真是关我跟她的书 是不是 因为我的妈妈 因为我有这个亲子关系 我不听话 就是关系到她的事情 同样的今天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 做事情的方式 是关系到上帝 我们的态度怎么样 懒散啊 或者是还活在罪里面 真的是关系到上帝 上帝真的是要管你的 你不能说上帝啊 我都是来的嘛 不能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与神的关系 所以神今天要借着圣灵 改变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维持 与圣灵的美好关系 我们一起来说 维持 与圣灵的美好关系 与圣灵的美好关系 所以神要与我们 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就像妈妈跟孩子一样 如果孩子不听话 这个关系 维持得很辛苦 孩子不听话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不听话 上帝是不会辛苦 我们辛苦的 上帝能变光了 改变 所以讲到关系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要维持 晕深 孩子为什么不明白 父母亲的感受 让他觉得父母亲要管 因为他不能够体费父母亲的心 不能够 还不完全认识他的母亲 同样的我们跟上帝也是 有时候我们不完全认识上帝的心意 所以我们只是选择走我们自己的路 所以走得很辛苦 甚至有时候变好犯罪 破坏了自己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维持与圣灵的关系 第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来自说认识真理的圣灵 当我们说我们与神有关系 神与我们同在 那么就代表说 我们是认识这位真理的圣灵 这是真实的 与神有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认识这位真理的圣灵 我们来看 圣经告诉我们 第二主义14章16到17节 这是真理的圣灵 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然后你们却认识他 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在你们的里面 他清楚告诉我们 基督徒只认识这位圣灵的 但是世界的人 就因为看不见神 他就不能够接受 这世上有神 所以他就不认识神 不认识神的人 有分为三种报 第一 为什么他不认识神呢 因为他看不见 第一 就像这世上有说 他看不见 所以他就想不通 看不见的东西也有人要相信 所以到最后他放弃了 干绝不相信了 都没有看见神 所以他就不相信了 第二种人 他不知道谁是他的神 谁是我的神 不知道 这世上有这么多的宗教 哎呀 全部都一样 全部都相信 OK 全部都相信 这里信 那里信 然后就变成什么 迷信 什么都信 就变成迷信 因为他不认识神 不知道谁是他的神 我的家是神庙 你要看神 先去我的家 OK 你打开门 我还没讲过来问你 但是那些看得见的 是真实的吗 很多人因为看不见 就觉得 不是真的 但是我还要反问你们一个问题 看得见的就是真的吗 不一定 最近你看到什么 神医 是不是 我神医 医到人的身体 都病到我 我医到神都快去 OK 细菌感染 所以看得到的东西 不一定是真的 我的名叫神医 也不代表真是能够一致的 OK 所以看得见的东西 很多人用这个 错的方式 去认识神 他们一定用看得见的 看得见的 那我的家呢 有七八十个安宫 一开门什么都有 有一个很大尊的 他的帽子是 是白色通常的 易见发财 然后几样等等 你要拜他的时候 很快 用阿篇 要拿毒品 阿篇 连他的这个舌头 这是拜他的方式 而进攻 你要拜他怎么样 我告 谢谢 我的家人他们正在拜 他们看得到的东西 但是其实他们不认识真理 不认识这个东西是什么来的 我们的基督徒 我们所相信的是真理的神 叫你行在圣洁里面 行在光中 他不会叫你做犯罪的事情 所以许多人 就是这样子 被骗 拜错 认识错 我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我是神庙长大的 还睡在神庙 你有没有睡个哪个工一天 有没有工 没有 OK 所以从这个家庭长大 我带了妈妈信主 带了我的爸爸信主 现在这个神庙的东西 就是我的宿主 他们 所以他们的 OK 所以你看弟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 圣灵是看不见的 OK 如果你想要看得见 不可能 不可能 只有基督徒 很清楚知道 圣灵是住在里面 所以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说你认识神 那么你就要清楚知道 圣灵 住在你里面 谎言问你自己 圣灵跟我讲道 我多久就听到神的声音了 甚至前五年前 圣灵曾经跟我讲过 但是现在这是没有的 他去哪里 所以非常重要的 弟兄姐妹 我们要认识神 要认识神 要常常亲近他 因为他就远的可在 不认识神的人 会进入一个状况 叫做偏见 偏见 基督徒也对的 比如说祷告 不认识 没有能随听的时候 他就怪上帝 对的 我也是这样子 上帝没有群 就怪上帝 因为不能是神 就对神有偏见了 你不相信 你去跟还没有 曾经跟人家传福音 叫他姓耶稣 他说 这叶子是外国的狗 没有人 外国的中国 我认识神是什么 不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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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狗来了 在哪里来 印度 印度也是外国 也是外国 但是他就是偏偏不要选择 他选择英雄 这样子 对神会有偏见 有一些人就说 哎呀 现在是什么时代 科技发达的时代 哪里还有神 神是那些 以前以前的长辈 他们所相信的 但是他忘记了 八十多八千科学家 都姓耶稣了 Royal Gokter 姓耶稣了 世界有七十亿的人口 三分之一的人都姓耶稣了 他们姓耶稣 这不是因为他们看到的 噢耶稣 噢耶稣 放在这里 噢耶稣 他们真的是很经厉 噢 他们真的是 爱这个看不见的神 为这个看不见的神 疯狂 噢 疯狂 成为牧师 宣教 把钱 哇 丢多少钱 就是为了要建上一个国 就是要 要 事奉上帝 反而看不见的 才是真的 Amen 好 我们再来看 那当一个人 不认识这个真理的 圣灵的时候 真的是很危险 我们来看 和西亚书四章一节 这里讲到 你们要听你的话的话 因为在这地上 没有诚实 没有慈爱 也没有认识神的 神的什么 死事 什么是死事 真理 就是地上的人 邪恶 不能是上帝的真理 然后怎么样 他说我的子民 神说他的子民 因无真理 无知识而灭亡 因为他的孩子怎么样 拒绝了真理 我也必拒绝他 不让他做我的祭司 他们忘掉了神的真理 神的密法 我也忘记他的子孙 上帝是非常的危险 所以地上前面 当一个人 信了主过 他用追求的 要认识真理 要不然他用天底真理 望着上帝的密法 得罪上帝 所以 不能够 生命不能够改变 看不到上帝的祝福 再看 以赛亚书 63章十节 圣经说什么呢 神说什么 他们竟然被逆 使到 神的圣灵忧伤 所以 神要怎样 转做他们的仇敌 亲自 攻击他们 这里讲到 以色列人 本来是敬拜神的 现在他们跑去 自己做一个神将 来敬拜 结果得罪上帝 所以 很多人不明白 为什么 不可以做这样东西 来代表神 因为这个是 亵渡神的名 比如说 就像你按着我的形 按着狗的形象 你说这个是阿神 哇 哇 我是这样子的 所以就得罪上帝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再来看每个经文 这是真灵的圣灵 是能看不到 但是谁看得到 基督徒看得到 基督徒 认识他 所以 我们可以说一句话 请别让我这样子说 一个不认识圣灵的人 他不认识圣灵 他不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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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我 你不认我 不是人 那我们是谁生的 我们是父母生的 不过 我们洗灵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奉神父 圣子圣灵的名 给你们 施洗 所以圣灵重生我们了 神生我们了 我们是新造的 他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我们不可以不认他 如果你是刚刚开始 我才认识 才不是很认识 我可以明白 baby刚出世 他不是很认识他的父母的吗 他慢慢长大 他慢慢的理解 我们圣耶稣人也是这样子 有一个开始 叫baby 婴孩的阶段 慢慢要成长 一定要成长的 可能你说 哎呀我的属灵生命 没有成长 是很小事大呀 不过你要知道 你见上帝的时候 你要交账 那是大事 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我们不可以说 我们没有成长 不要觉得 因为有一天 我要交账 我们基督徒 怎样过我们每一天 有没有不圣洁的生活 有没有清静神 上帝啊 可能算账 我们要交账 你明白吧 所以我们不可以停留在那个阶段 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成长 OK 那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不断的认知圣灵 清净圣灵 那么 耶稣 与他的门徒一起吃饭的时候 就是预言说 圣灵必会降临在你们身上 耶稣说 我的时候不多了 OK 我要为你们而舍命 不多了 然后耶稣讲了很多 几乎用三四章的圣经 告诉文族说 你们要被圣灵充满 你们要得着能力 你们要为主做见证 所以耶稣是很看重圣灵的 更得光我们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看重圣灵 因为上帝是看重圣灵 耶稣是看重圣灵的 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看重圣灵 常常被圣灵来充满我们 让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耶稣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要去天父那里了 这也是意义到什么呢 信我的人就是我们 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 是什么呢 就是圣灵充满我们 我们有能力行神迹 为病人祷告 病人得到医治 我们传福音有能力 所以我们可以为耶稣做更大的事情 耶稣是用他的肉身显现在这世上 所以他的肉体是受到限制的 他在这里他就不能在那里了 所以今天耶稣做了一个很大的事情 就是他复活 拆开他自己的圣灵 降临在我们身上 圣灵无所不在 所以耶稣也是无所不在 在任何地方他都运行 都做他的工作 你还记得一个叫做彼得的人 这是耶稣的门徒 也是耶稣在地上带领这个十二个门徒 没有完全的成功 一直到耶稣复活的那些门徒 还是不知道耶稣要做些什么事情 还问你说耶稣你要去哪里啊 你复兴这个国的时候是这个时候吗 他们还不认识耶稣 彼得就是一个例子 他怎么样他三次不认耶稣 耶稣还活着的时候 他说耶稣我可以为你舍命的众能离开 你我也不会离开 但是耶稣说你会三次不认我这个主 那时候为什么呢 因为彼得还没有圣灵充满他的生命 一直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怎么样 整个生命改变起来 传福音有能力带领三千的信息 他大胆的宣告什么大不怕死 整个人翻转过来生命成长 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像彼得这样子被圣灵冲打 他的生命停留在那边 他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做更大的事 他永远都都没有看到他神要借着他生命做什么神迹其事 没有他只是听彼此讲 他听别人讲他自己没有经历 所以耶稣要这样要把什么呢 能力 圣灵说什么 但圣灵降在你的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要去去到地级 为主做见证 所以你的生命啊 是可以为主做见证的 所以你看你旁边的人 他像不像 有能力为主做见证的人 有没有 还是你看哎呀 他不在坐我的旁边 哎呦 每一次都坐在我的旁边 所以基督徒是有能力为主做见证的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信的人必有神迹其事 跟随着他 就是奉我的名感委 叫瞎眼看见 都可以 神迹是跟随着我们 神的能力是跟着我们 神的祝福是跟着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 主啊我要抓住你的祝福 我要这个 不要让他们有错了 是上帝的祝福 能力神迹跟随着他 跟随着你们 哦 有一个小狗 讲过这个 小狗 他问妈妈 我的幸福快乐在哪 小狗就说 小狗的妈妈就说 哦 在你的尾巴 然后这个小狗 哦 原来一群幸福快乐在我的尾巴 啊 他就怎么样 很开 很高兴 他就要抓 抓了抓了 抓了 走到他都运了 都运了 过后他走到很失望 很伤心的 他回去找妈妈 妈妈 我没有幸福了 我说不到我的幸福 他妈妈说什么呢 哦 不 幸福就在你的尾巴那边 只要你向前走 你的尾巴就跟着你 你的幸福就跟着你了 你向前走就对了 你去到哪里哪里就有祝福 就是这样简单 你不用 基督徒不用担心 上帝不祝福你 一定祝福你 你去到哪里 上帝都与你同在 Amen 开始为上运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要改变 因为上帝真的是要使 祂的祝福 祂的能力跟随着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关系 就算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牺牲在负债大的代价 他故要为了上帝 然后跟祂建立这个关系 因为你失去了圣灵 你失去了上帝 你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所以这个关系非常的重要 告诉你旁边的人说 这个关系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 Amen 神要我们去敬拜祂 要用心灵和诚实 诚实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真理 原文的意思是真理 你要用正确的心灵 心态来敬拜这位神 同时你要活出真理 来敬拜这位神 是两方面 不只是心灵 不只是心灵而已 是要活出那个真理 活出圣洁的生活 活出祷告的生活 活出有能力的生活 回出爱族的生活 就是真理的生命 所以敬拜神 要用心灵和诚实 和真理来敬拜祂 如果我们的敬拜 如果我们的敬拜 不是用心灵的话 这只不过是什么呢 一个外在的仪式灵 神是什么 我们来看 神是个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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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拜祂的 所以拜祂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 神是个灵来的 你不要说 哎呀 这灵的东西 牧师才会问你 我是普通的基督徒 我不会不要讲 很错的 神是个灵来的 你必须用灵来敬拜祂 你没有用灵 你不能够敬拜祂 所以属灵非常的重要 过着属灵的生活 就能够敬拜这位神 就是用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祂的神 所以我们的祷告 也用心灵来祷告 很多时候 基督徒的祷告是外表的 牧师说要祷告 所以我祷告 早上要起来露天 一分钟还没有到 我都祷告干几秒 错了 为什么我们要祷告这属灵 什么是真正的祷告 祷告就是看到神的伟大 看到自己何等的微笑 看到自己何等的软弱 需要用的祷告 让圣灵充满我们 过着每一天的生活 过着得胜的生活 胜过一切的困难 Amen 就是真正的祷告 你要看到需要 你才能够祷告的 你明白吗 所以一个人啊 如果他不祷告 请问他能够用心灵 诊施进太神 不能 因为他不觉得祷告很重要 他怎样用心灵 诊施进太神 不可能 同时还有什么呢 我们奉献 如果你的心太不对啊 你要奉献的时候 你的手会怎么样 煮捏啊 可能 要还是不要 要放啊 哎呀 下个星期啊 下个星期啊 哇要奉献的时候 哎呀 耶稣啊 可以用 可以你干吗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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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给你了 你的心太不对的时候 真的是 这个奉献啊 变成一种负担 一种压力 不能够搞上你了 为什么我们要奉献 什么是用心灵诚事的奉献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耶稣 为我们死在死者上 他爱你们 我奉献 因为我爱我的神 不是多少的问题 按着你的能力 不是多少的问题 因为我爱神 所以我奉献 就是真正用心的想法 哇 所以奉献非常的重要 要完全奉献 十分之一的奉献 够不够建立教会 不够 十分之一的耶稳 够不够建立教会 告诉你不够 我奉献给上帝全职成为牧师 都不够能力建立教会 我们的教会 有六个牧师传道人 都不够能力 来建立教会 十分之一 可以建立上帝的教会 我们需要更多的维生 更多的人 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上帝 来事奉他 愿意把你所奉献 这样子的奉献 就是恨为上帝 所以你不要怕 你所奉献 上帝爱你 上帝不会让你所奉献的 然后使你亏损 他会大大的祝福你 他会大大的祝福你 上帝会让你的心得到满足 Amen 告诉你旁边的人说 要真正的来奉献 真正的来奉献 主信到一个地步 你知道我可以不用祷告吗 我才觉得OK 我都有的吃 有的睡 家伙混合 我那样体动 我的日子还是过啊 没有善意 OK OK的 我开始去想 为什么 我会觉得OK 原来 我被世界 被环境的东西 充满我的心 没有被圣灵充满我的心 我以世界的东西 为我的满足 你看帽子 为什么那些人 从我啊 这样高跳下来 没有钱罢了 从他这样高跳下来去死 OK 我们的Amen 他讲的真正了 五次嘛 OK 什么跳海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两双 一双鞋子在上面 因为他爬上去脱鞋 然后跳下去了 为什么人会这样子 因为他以身边的东西 为他的满足 当他逝去这一切的时候 他不能接受 这个打击 所以看 啊 全家人一起来 跳 有渣海渣 当我们以世界的东西 为我们心里满足的时候 有一天 我们也会这样子 没有一个人想自杀的 你不要去骂那些 自杀 他说 你骂他说 他又觉得他很说 不过他就是要做这一步 环境必要他这样子 消极的事情 那个奇菌就是在他那边 所以他被病一定要跳 他不是说 他真的是不能够忍受下去了 没有一个人想到自杀 你明白 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 因为他们被世界都是充满 遇到问题的时候 胜不过 所以弟兄姐妹 一个不以圣灵为他的满足人 请问他 你会用心灵成事敬拜什么 神才是我的满足 上帝还是给我们机会 因为我们是一步一步的长大 上帝的道今天要改变你的生命 有圣灵在你的生命 你一定可以改变 好 我们再来看 一个圣灵 一个用心灵成事敬拜神的人 他会怎么样 很可恶 能够经历神 他生命充满了很多见证 圣灵不断地跟他讲话 他不断地看到神的启示 他很喜欢跟人家传福音 跟会主做见证 哇 上帝怎样带我 我怎样经历他 我怎样爱我 这是一个用心灵成事的人 敬拜神 一个没有经历神的人 很难 对他的说 十字架的这个耶稣 十字架 跟他还是没有关系 所以耶稣要用苦难 用痛 用问题 让我们去经历他的爱 但我们在这个问题里面 我们知道 上帝要借这个问题改变我们 让我们经历他 让我们更爱他 所以非常的重要 然后 其次呢 经历神 不是很难的 连一个小孩子都可以 你相信吗 他简单的地步 只要你打开圣经 神就跟你讲话 我曾经信主 一段日子 我还是不相信圣经 我还不相信 还不相信 圣经跟我讲 是上帝跟我讲话 不行 不相信 我读的时候 耶路撒冷 哈 我在马来西亚耶 大魏王 哎呦 马哈帝我知道了 大魏王是怎样的 什么来了 差了 还是真的吗 圣经是真的咩 圣经 哇 不明白 从生的人 读圣经 不可以明白 不认识神的人 他是带着怀疑 和批判的新基督 他奔夺 领受上帝的话 奔夺太平 所以基督徒 你既然相信耶稣是神 你也要相信 圣经是上帝的话 要跟你讲话 圣经告诉我们 神这样讲 这个圣经跟我们讲话 是吹记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神的话 叫你吹记 你真的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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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过的见证 你读圣经的时候 上面跟你讲到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你真的是可以感觉得到 但是我们不是追求 这个感觉 没有感觉就你了 不是 上帝跟你讲话 真是能够感觉到的 第一 你的眼睛突然间亮 然后你的 你的身体里面的灵里面的重担 好像放了 重很多起来 不得到释放了 然后心里有一个火热的感动在里面 哇 上帝声声感动你 那个感动你讲不出 你是想要哭的了 你哭不是因为你伤心 因为神的灵在你里面 感动你 使到你 我真的是想要跪下主啊 你真的是太伟大了 我要降福给你 我要爱你 我要再次奉献给你 我要再次悔改 这是你上帝跟你讲话 就为难了 刚刚有顺利旁边的人 为难的上帝跟你讲话 为难了 那所以这种前面 我们要花时间 不要紧 超过一花时间吧 花时间 付代价来追求作为神的 没有付代价的人 他真的是不能够说他是用心里整治 尽爱神 追求神 有时候 你会失去平衡 所以牧师常常中这一招 这是独猎的家庭 哇 输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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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顾不到 然后 要顾着家庭 外面也顾不到教会 哇 很难平衡的 真是很难平衡的 一个爱神的人 哇 他可以祷告五个钟头 人家祷告五分钟 他祷告五个钟头 哇 over 不过这是真常 这个疯狂 爱上神 神值得 我就爱他 你在拍拖的时候 你一直带 我一直讲 我一直讲 跟耶稣都没有讲那样 讲 讲 讲 啊 不过这是正常了 是不是 因为我可不跟他人关系 就一直讲讲讲讲讲讲讲 OK 所以正常了 这个人爱我 是不是 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这样子 哇 一直追求一次追求一次 动魂的追他 哇 所以很难做出一个平衡的 哦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爱神的基督徒 请问 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事业 哦 挑战你们 哦 OK 我要做一个爱神的基督徒 那么我可以 不可以 用有 同时拥有一个很好的事业啊 哦 我真的是要去思想一下 在槟城可以这样子讲吗 如果你在回教国 在中国 你信耶稣 他就把你抓去 你没有好的生活 没有好的成绩 因为你要信耶稣 所以你要受到毕国 最近 哦 妙夫 最近在这个 伊朗 伊朗的国家 有一个 巫师 35岁 哦 寻导 他是回教徒 他离开回教 进入基督教 还相信 还做了牧师 被关进见到两年 哦 吊死的时候 35岁 那 通常 一个回教徒 他转去基督教 回教徒 他的那个领寿 他们不会马上判他死刑 他会给他 四次的机会 这种 第一次你上托 他就在座你的面前问你 你愿不愿意 离开基督教 离开你的耶稣 回来 回教 不愿意 OK一次机会 再问你 第二次去关的时候 再问你 你愿不愿意回来 那个人还说 不愿意 第三次他也不愿意 第四次 他们 这个 法庭就说 如果你 不 离开你的耶稣 回到回教堂 你会面对死刑 干东三百八十 他选择 做出耶稣 选择 为主殉道 他没有离开到耶稣 他愿意付上这个代价 宜兰这个国家公开 挑战美国 哇 你的基督徒 你的牧师 就叫我把他吊死 你要做一个爱神的基督徒 你真是修了时候 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在中国 你要去聚会 真的是 只是走路都要走几个小时 要做我是做得很远 才能够去那些教会听牧师讲道 而且要偷偷 偷偷偷偷 这样子 他们信耶稣 如果是受到辟伯的 不上帝恩戴的 你知道吗 我们不需要面对这些辟伯 就可以 信耶稣 打他们的妈妈 半夜三更 他要带着彼得 哇 这样造罗造罗 为了信耶稣 要 造罗 所以信耶稣不代表说 我同时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不一定 有时候真的是要付上代价 所以你愿意付上代价的人 真的是 配得说 他是用心灵诚实 敬拜神 同时就让我们看 圣经当时我们说 要天天 考察圣经 要晓得 自己所信的道 是与不是 就是耶稣的门 每一天考察圣经 要考察自己 的信仰对不对 有没有完全的跟着上帝的话来讲 他们是这样子的 他们真的是这样子的 所以基督徒 有没有 每一天审查 就是我们有一个清静神 我们有没有用心 以诚实敬拜神 这非常的重要 来再来看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是属肉体的 乃是属贼 圣灵的 人肉体有经过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你说我信了耶稣 你说圣灵与你同在 也就是说 你不再是自己的人了 你没有权在你身上 做些什么 由圣灵来掌管你的生命 圣经来说什么 其不知你们的生子 这是圣灵的殿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的里头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耶稣的仲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生子上 荣耀神 我们圣灵 是圣灵的殿 不是一个敌 真的是 最近 我不想讲这个东西 不过还是要劝弟兄姐妹 因为你们是我的弟兄姐妹 是我心中是开的 我主持了两个圣灵 牧师也主持了他哥哥的圣灵 牧师的哥哥是每一天喝醉的 你知道每一天都醉 那一天他还没有离开的时候 牧师已经说了 你不要去 不要喝喜酒 你去那边你是醉的 喝醉的 你再这样子下去 你不能过年啊 真的是不容易 上帝 派人 跟他说 最后一次 一次的去 上帝爱人 他并不是要这样子 对待犯罪的人 他并不是要这样子 如果他继续下去的话 可能他连得救都没有了 上帝不能不容许他的身体 继续犯罪 他一定要审判 stop他 罪就停了 你还得救 要不然自己继续下去 完蛋 所以 我自己主持的两个商品 他是不见顾的 他是有这个 信骨的问题 叫他去见 不要啊 不要说 哎呀很多的理由 牧师也是给他最后一次 的忠告 忠告过后 就 我还要去主持 不是 我很痛 他是我们弟兄姐妹 他是我们的弟兄 他是我们教会的弟兄 他是你的弟兄 啊 不是他给他的 Member 不是世界少了一个人 他是我们弟兄 今天他不认识 就是圣体 就是圣灵的地 他得罪了身体 他失去了 他的生命 他本来可以继续活得很好 这是因为他没有看中他的身体 还有一个 也是细言的问题 里面 我个人不能用到 不能这样子 晕倒 就 不见 所以身体是 圣灵的地 我们要保守他 不是一个比喻 不是一个比喻 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开玩笑的 耶稣说什么 圣经说什么呢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 告诉你旁边的人说 基督活在我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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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活在我的里面 不是罪 活在我的里面 不是罪活在我的里面 这个也不是一个比喻 是真实的 有些人 哎呀 这只是个比喻而已 洗礼啊 什么是与耶稣同死同父 哎呀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而你正常啊 哎呀这个不是 耶稣的血啦 也不是什么身体啦 只是一个 一个经验 例子了 教会啊 教会不是一个知识 只是耶稣讲的一个 一个比喻而已 如果你把这一切 当作是比喻 你就摸不到 属灵的实际 你明白吗 我们真正的看重自己的身体 真正看重 看重洗礼 看重圣残 我们的生命 才是真正的 用心理成绩的敬拜心 你明白吗 一说解历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 蛮有能力 蛮有能力 他的副歌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 他说呢 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我勇敢站立 是不是 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我勇敢站立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看 有耶稣在我里面怎么样 我们勇敢站立 没有耶稣在我里面 站立的就好 真的是站立不住 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圣经告诉我们 什么呢 全员 是不能够 不可能 从一个全员 发出天的苦药 苦的水的 不可能 当你说你里面 有耶稣 你就不会 继续去犯你的罪 不会 上帝已经给我们心灵 所以我们这个全员 是能够荣耀上帝 所以这活着耶稣基督的生命 要怎样活着呢 圣灵在我们里面 圣灵在我们里面 才能够做到 你没有圣灵 你真的是做不到 你是靠你自己而已 所以奇怪 为什么我信的主 还不能改变 还不能改变 我已经答应上帝 不要再做错了 但是为什么 还是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不是这样子 一年 两年 五年 他没有花时间 在亲近圣灵 所以他生命 不能够成长 他不能够经历 什么是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能力 能够为主做更大的事 他不明白 不能够去经历 除非 你真的是 真的是愿意 改变 亲近圣灵 维持这个关系 认识这里的圣灵 用心理诚实敬爱他 下回去了能力 当牧师说天天教会的时候 我真的是 很喜乐 上帝可以把很大的意向 赐给你们 如果你们有多大的力量 承受这个大的意向呢 我们要信心 我们要复兴 要为基督赢得城市 但是我们的力量在哪里 我们愿意奉献多少 付出多少 我们有没有一起在上面面前花时间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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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祷告 下午祷告 这是为了复兴教会 为了这个世上的灵魂痛苦流泪 谢谢 当我们说天天教会 要复兴的时候 我们要准备自己 每一天都是耶稣在我们的一位活着 所有的全世 奋不圣灵 我们是圣灵充满的 我们是有能力的阿弹 那种姐妹 开手为上帝 开手为上帝 开手为上帝